这是快五四五次哈尔滨开往成都西的列车 刚才从西安出发 坐了三小时三十五分 到达了秦岭站 人特别多 从西安坐过来三十五块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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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五四五次 一趟是北京开往成都的特期次 就这三趟列车 早上可以坐过来 下午可以坐回去 到这边没必要等下午的火车 前边就是湍山公路 这个公路上面有凤县 甘肃的两档徽县成县开往宝基的大把车 直接坐着下个坡都到宝基了 报价10块钱和这个火车票差不多 山上特别冷 下午回去的时候坐火车5点35分6064次 秦岭站到宝基 还有7点47特8次 这个直接可以到西安 还有8点10分快五四六次 也可以到西安 现在到岭南公园 路从宝基过来之后 上秦岭 山上雾松特别好看 现在还在下小雪 现在雪慢慢下大了 这个是宝基开往五都的大把车 感觉明天来差不多 也特别大 这个东桥葱是千里嘉林江第一桥 再往前走是嘉林江第一桥 就在前边 马上到了 嘉林江源头第一桥 这就是嘉林江 看山上 下边是宝城切路嘉林江 然后上边是秦岭 雾特别大这边 越往山上走越冷 其实也不需要爬山 只是需要到风水岭那边去 宝城切路就是沿着嘉林江 一直到广原 这是岭南公园 走边上 中间太滑了 这个岭南公园里面特别好 它在些树上 应该属于冰松景观 上面有一个亭子 登高望远一下 看见没有 岭南公园确实不错 来的时候吃饱穿暖 气温有点低 我刚才查了一下 树上挂冰叫挂灵 这边的能见度特别低 全失误 前面啥都看不清了 我先走看一下 风景全在这个鸡脚嘎达里面 他们好像没人过来 这公路走 路边了 整个这一片全是冰树上 现在继续往前走 再往上走 是南北风界线 秦岭站 徒步到岭南公园最少在四公里左右 差不多 从岭南公园再到嘉陵江的源头 还得一段路 这边是上坡路 你可以选择从宝基坐大巴车 到嘉陵江源头 一直往下走到秦岭站 再坐火车回去 比较省力 越往上走 雾越大 现在能见度特别低 我已经从公园出来了 现在一直往上走 走公路 货车都上不来了 这种天气不适合货车 这么爬不上来 啥都看不见 最近这里面确实有点滑 注意安全 来这边 还是走公路比较好 如果鞋子不行 这地方像什么 从这边往前走 马上到风水岭了 前面清智有好多人 这个树上的冰 看起来真好 每一棵树造型都不一样 能见度大概十米左右 这个是南北的丰界线 这边有一个盟楼 上面写着七彩凤县 一边是宝鸡市的凤县 一边是宝鸡市的卫兵区 一边是黄河流域 一边是长江流域 这个是一个风口的位置 牙口 看这忽然上的冰 这就是宝鸡的卫兵区了 再往下走 有一个十八盘的公路 下去就是宝鸡城区 这边是嘉林江的源头 公园 听一下这边的风声 全是边 腾化黄河长江流域 现在从这边上去 这个是戒碑 风景怎么样 看这下边 越往这个顶上走 风景越好 因为海瓦比较高 这个挂冰特别厉害 画背是 上边写着情岭 看一下下边 岭南公园 这边就是嘉林江的源头公园 看不见了都 这个是神龙 岩帝神龙 边上是风水岭的一个戒碑 啥都看不清 看一下十八盘公路 一边是黄河流域 一边是长江流域 好了各位 今天从西安坐快五四五次 三个多小时 到的秦岭站 然后下来 一路到了岭南公园 岭岭的风水岭 山上看起来挺漂亮 明天应该会有积雪 咱们下个视频讲吧 有点冷